就在不久前的4月17日 美国宇航局NASA正式声明 选定SpaceX的星际飞船 作为阿尔特弥斯计划的登月飞船 将价值29亿美元的登月合同授予给了SpaceX 不甘心被淘汰的竞争对手蓝色起源 奋笔集书向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 提交了50页的抗议书 蓝色起源认为NASA的这一决定 扩大了SpaceX在太空探索上的垄断控制 NASA被迫于5月2日 暂停了与SpaceX独家签订的 价值29亿美元的登月合同 一家私人公司真的可以支配宇宙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私人宇宙公司的故事 最近有一个神秘的男人 持续霸占全球各家媒体的热搜 有人说他是创新天才 有人说他是疯狂骗子 这个人就是以2080亿美元登顶世界首富的 埃罗马斯克 他创立的移动支付公司 贝宝是世界上用户最多的移动支付公司 他创立的特斯拉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公司 他创立的宇宙技术公司SpaceX是世界上第一家私人火箭发射公司 不仅如此 还有12000颗卫星的网络服务新链 解决美国地面交通的Boring Company 试图引导能源革命的太阳城 甚至因为它在网络上的频频发生 导致特斯拉股票和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 也遭遇了不少人的批评 但是不论如何 一家私人公司制造的可回收利用火箭 不仅大大降低了发射成本 而且也获得了丰厚的商业报酬 利用史上最庞大的火箭星际飞船 将人类送入月球和太空 并实现民间太空旅行的商业化 目前有希望实现这一愿景的 可能也只有SpaceX一家了 当然Starship本体的发射虽然成功 但是无法安全着落的情况也频频发生 不少人说马斯克是诈骗犯 如果马斯克是诈骗犯 那么现在连NASA也算是被一起诈骗了 因为2024年NASA用于载人登月的飞船 正是SpaceX的星际飞船 据美国宇航局公布的消息 该项目的合同规模约为29亿美元 这是仅仅单次着陆返回的合同费用 仅一次往返就要29亿美元 是不是太贵了 但是与阿波罗以及其他登月项目的 花费相比的话 29亿美元甚至可以说是白菜价 正是因为Starship可以重复利用 才可以实现如此高的性价比 这份合同对SpaceX的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SpaceX的终极目标是载人星际旅行 即便眼下的合同没有丰富的商业回报 通过与NASA的合作来积累经验 飞船的发射稳定性和成本都能得到很大的优化 如果SpaceX能以10亿美元的价格 搞定Starship月球往返 那么可乘坐100人的飞船 每人的月球观光费用只需1000万美元 如果这种程度的费用可以安全的去月球旅行 全世界有观光意向的富人人数就可以达到600万 虽然对一般人而言1000万美金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价 但是转眼看看纽约曼哈顿的豪华公寓 1000万美金只是这里每天都在成交的 其中一套公寓的价格而已 实际上如果使用Starship来登月 还是有一些浪费和低效的 因为Starship是为火星登陆而开发的 体积巨大的同时还做了很多针对进入火星大气层的设计 而且为了从火星上获取返回地球时的燃料 燃料只能选择为甲烷 然而靠着可反复利用的这一巨大技术优势 SpaceX依然能在价格竞争中力压其他对手拿下合同 现在的马斯克不仅拥有了登陆火星的技术 而且拥有了世界首富的资本 不仅拿到了NASA的项目合同 甚至还得到了拜登政府环保政策的支持 再加上特斯拉 星链 脑机接口 无聊公司 太阳城等等 如果这些项目都能像马斯克所说的那样顺利发展 那么不远的将来 马斯克经营的可能不是地球上的公司 而是太阳系了 这里是脑补工厂 问你的脑洞加餐 我是老李 我们下个脑洞见